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的快递已经堆成这样了 我们在宜家买了三个柴子 两个这种小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落地灯 先来看看这个 黄虫的这个玻璃小柴灯 底座是这样黄虫的 但它质感还挺不错的 这个我也是打算放在厨房里 这个是另外一盏 因为我最想买的是咖啡色的 但是好像官网上没有 我选一个橙色的 挺好看 而且特别的合算 我记得好像只要几十块钱 这比较鲜艳的工作 放在白色的桌子上 或者是白墙 都还蛮好看的 但我突然发现有点严重的问题 我忘记买灯泡了 还有一个小灯出来 可以装饰家里 你快要圣诞节了吗 它这个还蛮特别的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它是猫头鹰小灯 就很有圣诞节的气息 好 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 这个落地灯 这个落地灯 这个是它的灯罩 这个我选的也是一个 黄虹灯架的落地灯 没有想到这是一节一节抿上去的 你把它下面看 这样子的一个黄铜牌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买的薯雕垫 买了一个这种棕色皮质感的薯雕垫 我现在用那个鼠标之后 我桌子上面一直会用很脏的那种东西 就鼠标下面会把桌子用脏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一个鼠标对的 手感还不错 这一箱是给我寄的一些玻璃杯和玻璃盘的样品 之后可能会在上面做一些设计 打了一些样品 哦 好好看哦 这个叠子也好好看 就是加厚了一些 是不同形状的小罐子用彩色玻璃做的 然后还有一个 试了一个大纸大力做了一个双层杯 这种就是比较防烫隔热的 两层杯 然后这个花是印在里面的 还有一个也是白玻璃做的这个形状 这两个都好好看 还有一箱是朋友送的礼物 这个应该是茶颜月色的茶 茶盒 好可爱的一个小黄红夹 噠噠 还有一个笑脸 好可爱 好可爱 谢谢YY Summer给我寄的日历 Dear Suzy 愿2021年有无数美好相伴 且顺心与异 谢谢Summer Only Flower Show 好好看哦 我真的太喜欢下面的画风了 突然发现还有这个配套的挂架 是这样子可以上下 这样就把日历给挂起来挂在墙上 这一箱是我买的那个消毒湿巾 然后还有口罩 好多口罩 还有湿巾 算好双湿巾买 所以它把它当一个在床上可以扣的 这也挺舒服的 这些应该就是床上的被单啊 被套什么 其次有点融融的这种 比较适合冬天用 盖着很暖和软和 因为我现在大部分的那些床上用品都是很彩色的嘛 像可以配一些白色的也应该不错 也是这种很奶油很软和的 是很卡其色的 应该是个整套吧 对 还有一个是粉橘色 橘粉色的那种 这个是什么 这个也是整套 就我觉得这些颜色配在一起应该很好看 对吧 这个就是我 携带了很久很久的地盘 我给客厅选了一个 给餐厅选了一个 这个我算过应该差不多正好是餐厅的那个 这个有味道吗 有啊 还好啊 这个地盘不是这么大 正好可以放进去 我估计要就是放在沙发正好前面 刚刚下楼买了这个灯泡和电池 是不是很呆吗 小猫图 了 mother 好 啊 extended outdoor 后面有这个地盘了 对 我家出身帐 家人 先不拆了 我觉得它这个灯的形状是比较好看 就是磨砂的一个小球球 好梦幻 我还录掉了两个芳芳 这个应该是月月的底部 也是本机的 哇很漂亮 一手霜 好可爱好小一个 它叫Winterberry Turbo Candle 这样子的很简约的蜡烛 有点柠檬有加烈烈的感觉 我看到这个手霜本已经超级厚 我最近吃了特别多的那种小卡在里面 这个护手霜就放这里 所以是可以擦手 煮了两个玉米 其实煮了四段 我和庭妍吃了一段还是两段 因为煮完玉米 整个屋子都是玉米的香味 这个是King Dun的鸡汤 我今天还买了一颗花菜 一份排骨 再做一个红烧排骨和干边花菜 先把排骨做一下 我做这个红烧排骨 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好香 这个在排骨 都有香 咱们再放一点花椒 好香 咱们再放一点花椒 然后再放一点花椒 好香 好香 肚子 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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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瓜 香草 黄瓜 鮮 黄瓜 炒 这个花菜怎么炒的 炸的吗 冰抽网红就好像很好吃 嗯就烫不错 你吃吗 好吃吗 嗯 都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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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今天和老闆有些人的食物 很好的 但今天有些人的食物 客人的饭 如果是说明热的热闹 看看,我这个热闹就很快 是因为热闹 热闹 裡面再燒不久 放出生抽 把緣蛋 線紫尾 蒸泡 麵麵 切得太多 1小时 1个根 1个块 1个型 1个型 1個型 1个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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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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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